今天做任务出了点意外 不小心被上市灭了 背包还掉了 就在我回去捡背包的路上 发生了让我难忘的事情 我在房区碰见了个老外 他也在猜别人的家 我刚想上去看看情况 就被他发现了 于是两个人就这样隔着玻璃相互试探 他以为我是房主 我以为他要杀我 但是我的背包掉了 不敢逗留 先回去捡了背包 再回来看看情况 鬼知道这个老外是什么鬼 万一对我图谋不轨 我身上连个防身的家伙都没有 赶紧撤 先捡了背包再说 我捡到背包回来的时候 老外还在这里猜别人家 这小伙子毅力不错 这次他又跟我打招呼问好了 但是我当时没有开卖 不能跟他交流 只能在公屏上回复他 不知道他看见没看见 我寻思着这老外态度还可以 而且我们有共同的志向 都喜欢猜家 就想进去帮帮他 一起猜 分一杯羹 说不定还能结交一个国际好友 可是我想多了 正当我找路进去的时候 这家伙直接在背后偷袭我 搞背刺 等我复活端着枪再次回来的时候 老外已经不在了 背包也空了 这可是我打了几天的工 攒了很久的物资啊 全没了 我的小心脏是碎了一地啊 只怪我太单纯 不过我就在隔壁找到了他的基地 记住了他的AD 此仇不报非欧大 先插个眼 下次再来收拾他 现在当务之急 是要找地方应对失潮了 因为血液马上来了 第287天的血液我还没经历过 况且我还没有建家 连个防御的基地都没有 突然我想到之前偷菜的那个家 蛮适合抵御失潮的 于是我就来到了这里 这里还是一如既往 没什么变化 对我拆空了的那面墙也没有修 证明这个基地没有人 应该是别人前期的过渡法 要不就是被打退服了 我就先借用了吧 一阵嘶吼声 预示着失潮来了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 这失潮就给我刷了两只上尸 这应该是系统为了防止别的玩家 利用失潮拆架 所以我这里不刷上尸 不过没关系 刚好给我时间 可以安安心心的把这个基地给拆了 上次没拆成功 这次有电钻了 肯定不会放过他了 就是一个正常的玩家 不像上次那个老外 整几面墙几道门 拆半天都拆不完 哇 这家里都长蘑菇了 这是多久没人来了 这建筑风格一看就是个新手啊 双层核桃新建筑样式 他的核心肯定在这个房间里 废话不多说 含他 那么保险箱碎袋都在这里面 这是要把自己闷死在里面 放个屁都不通风 他还在里面放了几个炉子 一点都不讲究 全是种子 看出了这个房主是有多爱种菜的 还有这么多马桶里收来的浑浊的水 哎呦 这个箱子可以 还是有点东西的 还有单车呢 又是浑浊的水 这家伙是有多爱拆马桶啊 就拿一些有用的东西吧 还是给别人留一点存货 做人不能太绝了 好吧 今天虽然被老外打劫了一次 但是我又拆了个老外的基地 算是弥补了一些损失吧 看来这俄浮开放之路才刚刚开始啊 如果你也喜欢生存游戏的话 记得点赞加关注哦